現在請登記發言第一位的鄭委員寶靜發言 謝謝主席,是不是可以請主委 好,請主委,謝謝 主委 委員好 我在去年的10月4號 就提醒你說對這些假新聞 這些假信息你要處理 我記得你在委員會裡面發怒 不高興 你還這樣拍咧 我下面的委員工人 他拍麥克風你還不講話 罵我懦弱啦 我想我不是懦弱啦 我們只是想說把事情解決 那2018年10月4號到今天已經快半年 快半年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看到 NCC沒有太多的作為 沒有太大的作為 我們看到蘇葵痛批啊 說誰也管不到 他神謀也不管 誰也管不到 他神謀也不管 表示說他雖然尊重你們的獨立值錢 但實際上也沒有做事 所以你神謀也不管 所以這個啊 誰也管不到神謀也不管 這個主委你要什麼回應嗎 好 首先我要先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之前的那個大訊可能在這個中間其實不是針對 要不要去處理一些相關的行政程序 我會提醒你到現在 現在到底處罰了幾件 對這種不實的消息 開罰幾件 跟不公平的報導 好 那從之前到現在就是說 因為剛剛這些流程的原因 所以目前為止針對 事實查證的部分應該是有一件中天的一件東升的 那我剛剛有特別講 我們今年會加速內容 諮詢委員會的程序 你不要跟我講程序啦 這實際上你們現在的處罰裡面 違反這個 這個廣電 衛廣法裡面第27條 他有 很多個層級可以處罰 就是很多的手段可以去處理 他最輕的是處20萬 20、40、60、80、100 甚至到200 這10個層級 你們是處理處罰最低的 第二個 甚至可以停節目跟停廣告 你們通通沒有錯 通通沒有錯 現在你跟我講說程序 這個也是半年前跟你提醒的 你們現在昨天副主委講說 處理程序要一個月才可以完成 就是有一個病人 人家CPU在嚴重的時候 你告訴他說你放心 我們醫生一個月以後就會來啦 這一樣的道理 欸 主委 不做事情的時候可以找100個理由 是 要做事情找一個方法就好了 我們希望你去找方法 而不是叫你去找 所以我剛剛特別 在業務報告的時候我也特別說明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就事實查證的部分呢 如何讓這個相關的時間能夠縮短 但是在第一時間 就是來做說明之後再去process後面懲處的程序 可能的懲處的程序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那委員可能注意看一下 第四款裡面 他這個 這個是自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 那有一些他有一些 宣示的規定比如說公平原則或等等 他可能不一定有處罰的條款 所以我們也去 也去處理 沒有啦 不是啦 我跟你說喔 現在主委你現在怎麼解釋 我想整個台灣人民是不會接受的啦 不是 你到現在就罰一個二十萬 你不會跟他罰兩百萬嗎 你不會跟他停止節目 停止廣告嗎 這是法律跟你的前線 而且這法也不是我們修的 是國民黨時代去修好了 是我想我們這個部份委員會來討論 我要講這個話的以重心長 就是即使我們現在不執政了 換國民黨執政 國民黨希望你去做這些事情 這是一個讓維護台灣安全跟台灣 消費者潛力很重要的一個手段 我告訴你喔 很簡單啦 上次我問你的時候你說 為了維護國家的其他的 潛力 所以你 你所謂言論自由嗎 我們也知道喔 不是不是 我要跟委員特別在澄清這一點 因為這個後來造成蠻多的誤會 我在回應的時候 都有非常清楚的表達 就是說 我現在說喔 主委喔 做事情當然有輕重反擊啦 沒有這個絕對很重要 輕重反擊裡面重要的要先處理 如果國家被搞到垮掉了 政府垮掉了 你想那言論自由還會存在嗎 是 皮脂不純毛脂淹腐啦 皮都不怕了 頭髮要放在哪裡 所以 提的非常重要 我很快講一下喔 就是說 跟國家安全或資安有關的 我們會 會再看這個重點的這個 國安的判斷 那再來就是很重要就是說 針對這個 應該我要講什麼忘記了 沒有啦 主委我告訴你就是說 很簡單啦 你的上方保健 只有高高級起 但是非常非常清清清清清的方向 你不在真正處理嘛 你處理一下20萬 他一個廣告都不只收入20萬 怎麼這個划20萬 這是一個笑話啦 而且沒有聯繫法 這更讓人家痛心 我現在請問 主委一下 六則假新聞 NCC有任何懲處嗎 總統坐裝甲車勘災 假帳號控陳吉舞弊 日本關西機場害我們的外交官自殺 北漂青人競賢永騙 北龍華拉哥下跪 蔡英文租太平島給美金 這個根據台大的研究 有一半以上的人 沒有辦法去判斷說是對錯啦 欸 主委啊 有任何懲處嗎 就這個部分齁 在廣電媒體的報導部分 日本關西機場事件 我們也已經走到 要到委員會審議的程序 那至於說其他幾件廣告 你們告訴你們一個月流程 早就該審議完了嘛 現在還沒一個月時間 我剛剛講就是說 之前的案件可能 審議委員會他會 辯證說他的召開的時間 他的頻率沒有那麼高 那我們現在加速 你又說不能來頻率加快加快呢 是 要做事就有方法 不做事就有理由嘛 我們會 一定會積極來處理這個事 主委我告訴你齁 這是要說齁 我們不可以做空中的夢想家啦 你要做地上的實踐家 要去做事情 是 議長說得這麼難聽 都不是院長說 願意去違反這個所謂 希望尊重你們能夠 獨立行使之前的這種精神 都不是 他講得很清楚嘛 誰都管不到你們 但是你什麼也不做 所以我說齁 主委這是很嚴重的事情齁 不是這樣 你剛剛特別在報告裡面講說要維持消費者的潛力啦 要這個讓他們通信的自由跟安全啦 其實 其實我們很多事情都出了問題 不是只有假新聞啦 我再說一下下一個給你看 這當然這也是很嚴重的事情 這個他現在跟你們答覆你們可以在這裡報告 說他是啊 因為臨時去訪問一個消費者 臨時一個這個所謂的 啊這個 啊這個農夫 他講出來的話 他沒有準備 他標題內容全部準備好了 這個事實很清楚嘛 他們是在附養你們嘛 我 對不對 對 我跟委員報告齁 我們已經非常清楚的說明就是說 政論的節目也在相關 所以臺灣真的是很不好啦 所以應該是 你國家倒了啦 國家倒了啦 我再請問主委一下 這個上個禮拜 我們的陳明文喔 委員特別去請教你們 3月4號到3月10號這7天當中 中天有多少 播了幾則新聞 幾則跟韓國裔有關 佔的比例是多少 我跟委員報告 我現在手上 因為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他不是 當場去監測 那但是我手上有的資料是 1月份2月份其實都有一些相關的 折數 那我剛剛也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針對這個 量的部分的報導 已經有相關的案件然後在這個 上個禮拜的內容諮詢委會都已經有做過討論 有100%的討論 你占比例多少啦 這個比例確實在 折數上面他的量是比較大 多少 你告訴我多少就好 大概 占到差不多將近一半 就看時間點 就是那個 那個一個 一個重要的媒體 他把一半的時間 都報一個人 這跟不違反 公平的環境 這裡面 就是要去扣接到他的自律規範裡面 有沒有 他照理說 政治相關的新聞 他不可以扣接到 他不自律的時候就需要 他律嘛 所以我剛剛有特 所以他律就要加強 所以我剛剛有 任由他自己講說 自律 所以我剛剛有強調就是說 這個看起來 自律是不是有失能 是整體營運是不是有失控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會去來 考量 我當然還有很多東西 我們所謂 我現在跟你講 嚴重的是 我們中國的解放軍 把他們所有 台灣所有重要道路 所有重要道路 包含了我們的 捷運 高鐵 鐵路 我們所有的系統 通通通被他們標走 了 注意 這個事情知道嗎 你也不知道 不是 剛剛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是這個核網 4G跟5G 未來 我們這個部分一定是不可以用 跟中國制有關的設備 那至於說 其他的這個採購 是不是有 有這個相關的議題 我想行政院那邊會有 現在啊 現在是信連標道 信連是哪一家公司 信連就很清楚 他是 中國經信通信公司 然後他上面啊 是中信 原來的副總 現在 他的背後很清楚 就是有解放軍的這個背景 而且更奇怪的是 他們只要每次得標 我告訴你 只要是台灣的信連得標 中國就在北京的經信集團 就放鞭炮 說我們又得到一家了 但是他們標會不會賺錢 我跟你保證不會賺錢 他都用超低價超低價超低價 去搶標 我們NCC沒有任何的作為 這可以去查 這通通都有啊 他們得標是事實上 信連登記跟 信連跟 跟中國的經信通信 是同一家公司 他們登記的地址都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 不是嗎 這個部分是這樣 就是說 針對4G以及未來的5G 我想我們跟國安會這邊已經非常確定的 就是說 我們未來在這個 對外的視照的部分 這個是核心網路跟基站 絕對是不會用中國的品牌 主委 那至於說其他的部分 你別說嘴巴說要十面埋伏 其實到最後都是網開一面 如果 有法定的規定我們絕對必須要依法 這個不會說有法律的規定 現在所有的這些公司 通通被經信 中國的經信標準了 你們都不知道嗎 所以委員注意看 我們其實就是要把這些相關的規範 未來核准駁回的依據 但是現在已經被標走了嘛 問題在這裡啊 所以我們就開大門 讓他們隨便進來嘛 所以主委我想想一句話要跟你說 因為我也不要佔太多時間 最後一句話 再其位就需要抹其陣 不抹其陣 不再其位就不抹其陣 不抹其陣就不再其位了 我們會全力來做這個事情 你再其位就要抹其陣 你不再其位不要抹其陣 但是你不抹其陣 你就不要再其位了 這樣有清楚嗎 很清楚 委員這個本來就是我們依法應該要做的事情 希望你在這位置裡面 不管哪一天只要在這位置裡面就好好做事情 一定是這樣子 這才是我們的期待 是 謝謝 謝謝 好謝謝保慶委 保慶委你剛才講的都是假新聞是不是 都是真新聞 唉呀 解放軍攻台哪有那麼容易的事情 你不要在那邊講什麼精信什麼的 評論委員發言 這是委婉 我尊重委員的發言 但是你不要針對中天一家來 是不是 你也把其他的啊 民視啊 三立啊什麼也可以啊 你們還是獨立行止職權 我想我們在委員會沒有藍綠的問題 我不是替中天講話 但是沒有藍綠的問題 要有證據 幾分證據辦 辦多少事情 不敢不敢不敢 我不敢不敢冒犯你好不好 好謝謝保慶委